最近一段时间解放军飞机在沿海周边地区积极实施巡逻和训练活动 其中台湾南部海域更是演讯热点 以至于台湾媒体惊呼解放军又来打卡了 在这些参与行动的军机当中出现过不少运巴反潜机的身影 他们为什么要到台湾南部去飞行呢 反潜机飞到大海上当然是去找潜艇 在台湾南部这个海域可能出现的潜艇有五个来源 解放军自己的台军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澳大利亚海军的还有美国海军的 那么台湾南部水域有没有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活动 答案是只要航母战斗群出现在菲律宾海就很可能有 按照我国海军科研部门的公开论文 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一般设置三层防御体系 也就是说在距离美国航母80到200海里左右的位置 一定会有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隐藏在水下 如果战斗群部署在菲律宾海在九段线附近游荡 那么核潜艇的部署位置一定在台湾西南部海域 2020年以来美海军多次派遣航母到南海活动 其中从菲律宾海进入南海就是主要航路选择 而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 因为各种方面的限制 解放军的航空反潜兵器在技术和数量上都严重匮乏 这种情况在新一代反潜机投入使用后得到了彻底改变 2015年媒体公开报道解放军高星6号反潜机投入使用 也是解放军新一代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高星6号目前仅有5年左右的服营历程 意味着解放军依然严重缺乏另外一种东西 用来填充外军水下目标数据库的特征信息 很显然要填充这样一个数据库 数据采集是最重要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长期持续的收集抽丝剥茧 去尾存真 如今美国航母打击群在南海的频繁活动 等于把核潜艇作为样品自己送上门来 怎么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 这就意味着如果解放军又高星6号频繁搜索 很有可能从台湾西南海域抓到对手核潜艇的信息 只要建立起足够的特征数据库 就能在未来水下对抗中增加一份胜算 因此解放军反潜机在台湾南部海域的活动 可能并不是直接针对台湾海军 而是针对为台湾提供保护的梦猴黑手 ��你免然现场 并不是按赞区的铁球 当然认识所能